好,来关注美国现在挺巴勒斯坦反以的情势 美国的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紧急走访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 希望促成停火,人质问题复谈 问题是呢,现在前提是能不能让巴勒斯坦人建国 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拒绝这个可能性 以色列国内盼望停战的民众抗议则是越演越烈 5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前往乔治亚州莫尔豪斯学院 担任毕业致辞加兵 原本要抢攻当地年轻非裔族群选票 台下部分毕业生们却因反对拜登的挺以色列政策 在毕业服上披着中东投金库菲亚 背对拜登表示抗议 尽管4月底到5月初 针对摇摆州非裔选民的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仍遥遥领先川普 但非裔族群不会是拜登的铁票仓 尽管川普的白人优越种族主义形象几乎已牢不可破 但拜登4年来的执政成果与最近的挺以政策 都根本无法为自己选情加分 尽管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周末赶行程 5月18日会见沙烏地阿拉伯王储 5月19日又会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但拜登希望的立刻停火 与解决人质问题全无进展 乙军也在周末继续狂炸加萨 在加萨中部将五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灭门 惨剧不断发生 加萨民众罹难总数早就超过三万五千人 美国方面希望游说沙烏地阿拉伯 帮助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在未来建国后共治加萨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一听到巴勒斯坦建国的提议就拒绝 人质谈判陷入僵局 以色列战士内阁也濒临崩解 三位阁员中两人扬言辞职 过去立场偏左的前副总理甘兹痛批 以色列号战右派把持决定 让战争不能结束 人质也救不回来 上周战时内阁的另一成员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也公开反对以色列战后占领加萨 并批评纳坦雅胡不听谏言 如今昔日反对派领袖之一甘兹也表示 三星期内若纳坦雅胡不改变 对加萨的战后计划 他会辞职 做回反对党角色 甘孜并提出六点要求 包括尽快谈判带回人质 接受美欧阿巴多方合作战后共治加萨 以及以色列兵役年龄人口 皆需服役 哈雷迪教派信徒不可豁免等 许多要求都是目前以色列民众 长期接头抗议的诉求 政治观察家们分析 以色列战时内阁若分崩离析 纳坦雅胡虽不会马上下台 也只能更依靠助他上台的 极右翼主战派 必然更加失去民心 以色列各大城街头抗议没停过 要求尽快谈判 停火止战与救回人质 人民也不愿意上战场的家人 在看不见镜头的战争中 可能变成炮灰 失去美国的支持也失去民心 纳坦雅胡政府唯一的指望就是战事大获全胜 完成彻底歼灭哈马斯的目标 但本月份最新民调显示 62%的以色列民众认为 以军已经不可能大获全胜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